除了朱古力之外, 其實還有朱古力咖啡 讓我先嘗嘗一下 我第一次吃新鮮做來的Girado 今天真的很香、很棒 我覺得咖啡店一定要簡單、自然和舒服 就像這間咖啡店一樣 在我背後等了很多不同年代的機械人 我們在廣州的城市 是很漂亮的天和夜 是很漂亮的天和夜 據統計, 世界上每三個人 就有一個喝咖啡 而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咖啡喜好 也會適合自己的咖啡店 今集我就會走訪不同的咖啡店 找一間適合你的咖啡店 首先我就去到意大利的Dolin 這個古城盛產朱古力 被譽為是意大利最甜的地方 在Dolin除了喝咖啡的地方之外 這個其實是一個朱古力之香 大家看到的, 這一粒在意大利很出名 就叫Gendoya 就是由磨了一個瓶子 再加上黑朱古力所造成 讓我嘗嘗 很香和很滑 這裡除了朱古力之外 其實還有朱古力咖啡 讓我嘗嘗 在Dolin 不少店舖都有自家製的朱古力 和朱古力醬 好像這間是1858年開業的Café 他們出品的朱古力非常出名 不少人都特意買來做手信 而且他們還會用自己的朱古力 在Dolin每一間Café 都一定可以找到這杯 叫做Bitch Lin的朱古力咖啡 其實這款咖啡 是在18世紀已經開始流行 咖啡和朱古力都是我的自愛 Bitch Lin把兩樣東西加在一起 我又怎麼可以不試呢 這杯這麼漂亮的咖啡 特別之處分開三層 最下面那層就是朱古力 中間那層是咖啡 而最上面的就是牛奶泡沫 喝之前攪拌一下 而且由於這個是熱的飲品 所以最適合是冬天喝的 意大利人要是早上喝 要是四點之後才喝 其他時間是不喝這個Dolin 讓我嘗嘗什麼味道 好香滑 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有些朱古力味 Perfect 一間百年Café 就將咖啡和朱古力完美地結合 而刀寧市另一間歷史悠久的Café 就有令你透心良的咖啡食品 不過未試之前 我先帶大家在這間華麗的Café 那裡走個圈 這間Café是在1780年開業的 有超過200年歷史 現在店內的裝修和擺設都沒有大改變 依然保留著古典高貴的格調 在二樓還有一間小型的演奏廳 他說當時是被貴賓一邊喝咖啡 一邊欣賞演奏用的 既然來到 我也要一試這間Café演奏的滋味 先要下來 下到地下大廳 就是主要招呼客人的地方 而且近門口的包樓位 客人就可以點咖啡,站在那裡慢慢享受 完美了 在都寧這裡,你除了享受漂亮的咖啡之外 你還可以享受漂亮的Girado 以我所知,1922年的時候 吃雪糕並不可以通街吃 你一定要坐在咖啡店 整整齊地點點雪糕來吃 因為當時通街吃雪糕 是被視為一種很不禮貌的做法 這間咖啡店的老闆就想了一個方法 就把那些雪糕請街上的美女吃 因為這個舉動 才令到通街吃雪糕的文化 流傳到今時今日 在店裡有不同口味的Girado 最受歡迎的當然是咖啡味 在意大利又怎麼可以抗拒Girado的誘惑呢 所以我都點了幾杯,先試一半 真的很好吃 這間咖啡店附近 有一間很有名的大學 所以那些教授、校長 經常都是這裡的常客 我自己去那些美的咖啡館 就有時可能會… 如果它太美,就會自己一種很高興的感覺 即是很拘謹,不太放鬆 但相反是這裡就不會… 這裡不管你是甚麼人 你做甚麼,大家敵人也好 大家坐在咖啡館的話 就在那裡享受咖啡,在那裡放鬆 所以對著咖啡是不會有敵人的 大家都是一天平等的 這些Girado真的很好吃 還可以一次過試不同味 真的很滿足 其實這些這麼好吃的Girado 是每天由這間咖啡附近的工場 新鮮製造的 今天我就約了師傅 看看他到底怎樣做我最愛的咖啡Girado 這些咖啡Girado當然不能少的 就是最主要的Expresso 但現在大家看到這些 就全部都是Expresso 現在它… Expresso Expresso 在涼緊,到底放多少 跟Crim mix在一起 就會做出很漂亮的Girado 是,Expresso,當時? 每瓶的咖啡 我們放150克的咖啡 是… 剛才的忌廉和咖啡 就放在這部機器裡面攪拌 但到底要攪拌多久呢 我先問問師傅 Ano quanto tempo? Pare essere manteggato Circa 10 minuti Girado特別的地方 就至於它跟其他雪糕是比較軟的 現在大家看到這裡 它已經開始慢慢由液體慢慢凝固 就開始越來越濃稠 到差不多 師傅說,再多五分鐘 就可以完成了 可以說是 很快就行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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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準備好了 終於煮好了 就這樣也聞到很香的咖啡味 而且Girado真的很軟滑 師傅見我這麼幫忙 特別讓我即場試吃 很好 我第一次吃新鮮做的Girado 我真的很香,很棒 它有這個咖啡味,很適合我 很棒,謝謝 完美 離開都齡 我就去到意大利的東北步沿海城市 Teres 這間咖啡店 在1830年已經在這裡 它是在Teres這個地方最舊的一間咖啡 這間咖啡是以18世的 一位著名作家的名字來命名 目的是要向它致敬 而在店裡 就依然展覽著這位作家的珍藏作品 咖啡裡面每樣擺設都很講究 好像掛上牆上的鏡 就是專程由比利時運過來 已經有超過百年歷史 來到這裡這麼優雅的咖啡 嘗嘗咖啡的時候,感覺真是靈寫醒神 咖啡拉丁,簡単是拉丁 這杯就是我的咖啡 就是冷咖啡,多給你奶 其實咖啡很個人化 每個人這個自己的口味 當你聞到你的口味之後 不如跟咖啡師說 叫回一杯屬於自己的咖啡 我知道有不少人跟我一樣喜歡喝加牛奶的咖啡 那咖啡咖啡和拉丁的分別,你們又知道嗎 其實這兩杯咖啡主要分別有兩個 第一,就是Expresso熱奶和奶泡三滴的分量比例 根據傳統的方法,沖Cappuccino的話 Expresso熱奶和奶泡三樣東西的分量應該是相同的 而沖Latte的話,熱奶的分量就比較多 另外,第二個分別就是喝Cappuccino 通常用米身較闊的瓷杯 而喝Latte就應該用較高身的玻璃杯 除了這些標準之外,大家都知不知道 在意大利的Cappuccino是屬於上午的飲品 他們下午通常不喝Cappuccino C'est aussi beau, le jour que la nuit C'est aussi beau, le jour que la nuit 如果去威尼斯旅行,大家多數都去威尼斯的主島 其實跟主島一橋之隔的小鎮 都有一些細小間的cafe,一樣很有特色 走進一條窄巷,你就可以找到這間cafe 雖然它不是很久歷史 但這裡的咖啡大部分都是老闆自創的 但是這份心思就已經足以令你專程捧場了 在意大利,不少較有規模的cafe 都會自設烘焙工場 甚至會出一些自家調配的咖啡豆 我現在身處的就是威尼斯一間cafe的烘焙工場 這裡每天都會有來自不同國家的 優質咖啡豆的運動 意大利南部和北部的人 對咖啡的味道追求都有所不同 例如南部的人,他追求咖啡的味道比較濃 所以他在烘焙方面時間比較長 而且出來的味道帶一點苦 而北部的人,他們喜歡比較平衡的味道 所以烘焙是屬於中等 由於不同的人口味有別 所以烘焙師就會將咖啡豆混合 然後再根據不同的烘焙程度 調配出各種風味獨特的咖啡 通常炒完咖啡豆 會釋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所以我們就放在這個容器裡 讓它散發一些二氧化碳 一般需要的時間大概兩至五天 等它冷凍後就可以拿去包裝 除了這些包裝好的咖啡 在cafe裡你也可以買到不同產地的咖啡豆 而且還可以因應你的沖泡方法 幫你去研磨粗油不同的咖啡粉 如果你用Expresso機的 就能幫你研磨到最幼的咖啡粉 其次就是Mokko糊 然後就是過濾式的咖啡 最粗的就是用French Press 這些周到的Service 在香港暫時都不太普遍 這間Café不僅有自家出品的咖啡豆 我還發現它們是用手動的咖啡機來沖咖啡 這種咖啡機我平時很少有機會接觸到 聽聞操作上有些難度 讓我學一下怎麼使用 先放些水 清洗了咖啡的咖啡在機上 然後就可以開始了 這種手動的咖啡機 就一定要用手自己握著這個位置 然後再慢慢放開它 它就會自動升起了 跟一般我們只按按鈕的 是不同的 然後看到咖啡開始塗出了 我看師傅也做得挺輕鬆 輪到我做了 也應該難不倒我吧 這個位置其實很緊 這就是手動咖啡機特別的地方 你要花很大的氣力來握住它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一放手,它的蛋上會很危險 好,又是出力的時候 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 因為它是人手控制 所以它出的咖啡的流量 你要小心看著 太多的話會不好吃 所以到差不多 拿個匙羹摺著它 我走 太好了 這杯就是我用手機做的… 不,即是手動的咖啡機 做的Expresso 在2008年,一本英國雜誌 選出哥本哈根為最佳城市 認為它生活質素高 又重視環保 在一個這麼舒適的城市 又怎能令人放鬆的咖啡店 我經常都說咖啡不需要大 但就像這間咖啡 店仔細細,主要做附近街坊的生意 所以這間咖啡,裝修、陳設 都是以簡約為主的 我覺得咖啡店一定要簡單 自然和舒服 跟我自己追求咖啡都是一樣 一定要簡單和舒服 最好喝自己喜歡的音樂 拿著杯咖啡 到處坐下,看看,享受下 咖啡店的咖啡,屬於一個人的寧靜 離開歐洲,在亞洲區 同樣有咖啡文化濃厚的地方 那裡就是台灣 台灣人對咖啡普遍都很重視 在台北的歷史博物館 你甚至可以找到一個 以咖啡為題的展覽館 在裡面,你可以看到很多 很有歷史價值的咖啡用品 這個咖啡壺就是1930年代 日本皇室御用來招呼貴賓的咖啡壺 很特別,像人潛水的頭盔 很大個很累積的那些 喜歡咖啡的人來到這裡 相信跟我一樣都會走得不捨得走的 除了一些介紹台灣咖啡發展師的展版之外 我還發現了一些我更有興趣的東西 其實在咖啡展覽裡面 看到流星機是不是很奇怪呢 其實早期的咖啡館 流星機是必定有一部在這裡的 我可以一邊喝咖啡 一邊聽美麗的音樂 在這裡,你不僅可以對台灣咖啡文化 有多一份了解 你還可以從中感受到 他們對咖啡的重視和尊重 酒在這邊 走完博物館 搞得好想立刻找一間咖啡喝杯咖啡 有統計說台灣有三分之一的人的夢想和我一樣 就是想開一間咖啡店 而台灣的咖啡店有的確是特別多 無論是大街小巷 你都可以找得到 證明台灣人熱愛咖啡的程度有多高 大家不要以為只是繁榮的台北 才有這麼多咖啡 其實台中也一樣有 而且不少極具型格 而且還有主題 我喜歡咖啡 但同時間我希望別人分享到 我自己所喜歡的東西 例如我的風格 我的喜好 就像這間店舖一樣 是否等了很多機械人 他喜歡的就是機械人 所以店舖裡等了很多年代的機械人 例如我喜歡的 這就是鐵甲萬能盒 是否很棒呢 我以前經常看它 還有另一個英雄 就叫做烏鷹盒 還有不止 有咖啡店的老闆喜歡貼甲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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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咖啡店的老闆決定將咖啡和音樂藝術結合 這間咖啡的老闆娘一直的夢想 就是開一間可以被人在裡面 定期舉辦音樂會和藝術展覽的咖啡 而在七年前她的這個計劃終於可以付出實行 而她跟我說 其實開一間另類咖啡 經營真的不容易 一直令她堅持下去的 就是她對咖啡的熱誠 我喜歡咖啡是因為說 從以前唸書的時候就很喜歡喝咖啡 在LA唸書的時候 我為了要喝一杯咖啡 我要開大概兩三個小時到 夢區帕那個地方 去喝一杯台灣人組的手工咖啡 是 兩三個小時就去那個地方 是 你知道LA唸書的一個地方 對 很塞車的一個地方 老闆娘果然是一個超級咖啡迷 自己不斷追求好的咖啡 同時間她一直堅持為客人提供優質咖啡 希望可以令更加多人懂得欣賞 這個咖啡座好了嗎 好了…來,這個是黃金曼特尼 因為我剛才有聽到你說 你很喜歡喝咖啡 對 所以我不認為你是喝淡咖啡的 所以我連問都沒問 我就給你喝最濃的咖啡 我最喜歡就是到每一個咖啡店 然後問他們 給我你們最好的咖啡 是 這個絕對是我們最好的咖啡 我有吃他們的功夫 是 我覺得這個香味剛好 對 口味不太苦 因為它會入口回甘 我覺得滿舒服的 是 走訪了這麼多咖啡店 我發現咖啡其實真的實現夢想的天地 相信有豬一天 我一定可以擁有自己的咖啡 咖啡儀式, 現在正式開始了 從威士尚, 可以嗎? 我嘗到薑了嗎? 我很好… 我很好吃 對… 我有多少分嗎? 多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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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紅了嗎? 還好… 我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我不要的 我再接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